《天氣報告》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受到東北郭封鎖影響 我們今日的天氣比較多雲 下午在太平山頂向東望出去 看到雲響相當多 而能見度也是普普通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早由於受到大東風鎖影響 區氣溫比較平均 交乎15至17度左右 而今早早曾經短暫時間有陽光 所以各區氣溫都上升到18至22度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圖 記得到香港在這裏 其實香港附近雲量相當多 但今早早有短暫時間 看到雲雲相對來說比較薄 所以今早早有一段時間我們有陽光 我們預計差不多天氣在星期三和星期四 將會維持著 最新的天氣預報圖 看到香港附近這些綠色和黃色地區 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將會維持著 所以我們的天氣比較和暖 但到星期五有一股季後風的補充將會到達 所以看到這些藍色的地方 即是比較清涼的天氣 在周末將會靠近影響著我們 我們天氣 氣溫方面將會有所下降 至於詳細的天氣會是這樣的 大致多雲 明天早早市區最低氣溫 約17度左右 而新界會是再低1、2度 明天一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的溫度上升至20度左右 風位是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初時是風勢清淨 展望方面 剛才提及過星期四和星期五日間會比較和暖 但到周末期間即是星期六打後幾天 看到早上我們的溫度將會是比較低 只有13度相當清涼的天氣 但天氣來說有機會是轉情 似乎未來幾天天氣會是炸暖還寒 大家記住保重身體 今晚的天氣講到這裏 祝大家愉快晚上 再見